嗨 拉瑞亞一款超級牛扒的2D相熟風打怪遊戲 降遇世界 火爆全球 你要見到一個2D平面的屌絲世界裏 和各種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反正一鍋亂動的怪物打打一架 被岩漿燒死 被大岩珠子弄死 還有無數次被該死的鐵王把飛死 大家都愛死這款遊戲了 你知道 在我們沉迷戰鬥神奇裝備時 有多少人想過 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究竟有什麼故事 被自己所屠路的究竟是何物 太拉瑞亞到底施展了什麼魔力 讓無數玩家將巷刀推入火海 竟沒有任何負罪感 我們到頭來 殺了什麼 當然沒有負罪感了 反正這瓶子都玩一過兩分鐘就復活了嘛 大家好 我是大威 今天讓我們來輕鬆一下 看看太拉瑞亞這款眾所周知的神作 究竟有什麼樣的背景故事 微信提示 本期視頻含媽量極高 小朋友們不要學呀 第一章 向導社和世界之源 玩過太拉瑞亞的朋友們都知道 在進入遊戲之初 向導就在那個世界等著我們 多少玩家的第一碗 都把屁眼子交給了向導守護 對於向導 我們既熟悉 卻又陌生 從官方資料可以確認 向導並不是他的個人稱號 而是太拉宇宙中有著名為向導社的組織 向導社由來依舊 傳承了太拉瑞亞為數不多的歷史 尋找著一位又一位的勇者 引導他們走上真誠以拯救這個世界 誒 那麼這個世界遭受了什麼苦難呢 為什麼要把向導推入岩漿才能召喚肉山呢 哎呀 你別急嘛 聽我慢慢說 傳說啊 宇宙之初 眾神創造了太拉瑞亞的萬億世界和千億星球 這幫神把平衡視作至高無上 黑的也得有 白的也得有 所以他們創造了多股勢力 複雜的機制來維護世界的軍紅 也就是星紅 腐化 神聖 咱們先來講講星紅 星紅其實整個就是一活著的大生命體集群意識 最同會自我爭執的腐敗肉團已經吞噬了太拉瑞亞的多個星球 一些生物在此宏偉血海面前理智崩壞 將其當成神來崇拜 大嘴怪 由此轉化而來 然後就是腐化 腐化這倒霉玩意從設定上來說是太拉瑞亞所有生物邪念的集合體 它們是大地與世界的癌症 製造痛苦並滋養自身 依次擴大 再後循環 诶 這麼看 腐化自己的大蟲子確實像邪念集合物那種怪物的設計 這麼一個眼睛代表一個生物的邪念那種 神聖 神聖從設定上來說比上面兩個屌一點 太拉瑞亞的每一個星球都有一個守護者 守護者維護著世界的平衡 當守護者被擊敗 神聖就被釋放 神聖的目的就是加速尋找到替換的守護者 順便肅清一切 所以太拉瑞亞的神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散術性 它是六親不認 重置世界的機器 哎呀 其實我覺得這三娃也都沒啥意思 咱們來講講自己的世界啊 之前說過 太拉瑞亞的世界真的遭受劫難 這個疊難呢 就是克蘇魯 對 克蘇魯 反正和晚窗一樣嘛 這群傢伙不知道從哪裡鑽出來 要想支配一切 無形的帶手牢牢的 這什麼之類的吧 種多星球被克宗佔領 咱們這個星球有蘇妖出面 蘇妖這個種族吧 它和星球的聯繫比較強 屬於這個地頭蛇 這個克蘇魯呢 雖然是猛龍過疆 但是碰上這種地頭蛇也是遜色三分 被蘇妖狠狠的給打殘了 那是真狠的 咱們前期打的什麼克蘇魯之炎 克蘇魯之腦還有大光頭 都是他們從克蘇身上挖下來的 好傢伙這還剩點啥呀 這骨頭架子帶腦子都給人家挖出來了 那你這麼搞 克蘇也是著不住的呀 躲到月球背面暫時休養去了 沒錯 就是月球領主本人 雖然我也沒看出來他哪裡缺金少兩把 當然 克蘇還是有實力的 蘇妖也沒好受啊 直接差點給幹滅足了 剩下一個躲在暗處尋找時機 克蘇在等再生 蘇妖在等勇者 雙方暫時休戰啊 至於那些什麼史萊姆王啊 蜂后啊 那些雜七雜八的 都是泰拉瑞亞的盆土物種 進度條再瓦下推 把各種的石塊打完 各種野怪打完 要打肉山了 肉山就是之前說的世界守護者 守護這個世界的平衡 要把肉山打死了放污染袋 也是這個原因嘛 所以 雖然肉山長得不咋地 但實際上是個好東西啊 不過打死他也是很有必要的 肉山不死 整個世界就還處於 寶寶巴士模式 雖然有利於勇者前期成長 但實力到了 還是要開放的嘛 至於為啥要把向導 搞進岩漿裡面去 我估計是向導團 掌握了什麼古老的秘書 呃 秘書 秘書 秘書啊 古老的秘書啊 秘書 可以以肉身為影 召喚世界守護者 等待時機和日 召喚肉山 魔力勇者 也是他們的任務之一吧 然後進到肉山後 誒 大家都知道 肉山後呢 有新三王 那這個機械新三王 是誰搞出來的呢 那就是拜約教徒幹的 那你說你們 從拜點一叫邪神也就算了 你們還把機械妹綁到地牢裡面 開始造機械科速錄完 那沒錯 那個到你家怎麼賣電線的機械妹 新三王是他造的 遠時間線上來說 如果主角再來晚一點 這幫客總腦殘粉 就要把碎片集齊了 唉 也是有點可惜啊 咱們沒能見到完整的機械科速錄 唉 其實也不可惜嘛 如果還有朋友不知道 旅途的終點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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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了 嗨 拉瑞亞最近更新了一波彩蛋重測 你們一個彩蛋地圖裡添加了一個新boss 沒錯 就是這幫人攢的機械科速錄 一毒陣容 你不得不說有點異色道捏在身上那樣夾人 這時候可能有細心的朋友發現了 可蘇陸的零件不是打眼珠子 打光頭 打腦子嗎 打腦子呢 為啥是蠕蟲機械化了呀 呃 這個嘛 官方沒有說你聽我給你瞎便 不是 你聽我給你推測啊 你看 拜月教徒這幫人吧 理智本來就掉的差不多了 這個腦子吧 可能不是很好使 再加上太拉瑞亞的歷史啊 零零散散 他們可能也就搞不太清楚 這個各種碎片到底有幾塊 也不知道為啥 這個克蘇陸之腦啊 跑去了星紅之地躲著 這拜月教徒一看 一想 誒 那和星紅對應的腐化 是不是也藏著一個克蘇陸的身體呢 誒 你看這麼一想是不是很通聲 所以你說 他們認為這玩意是克蘇陸的啥呢 從彩蛋地圖來看 這應該是克蘇陸之脊椎 啊 但是咱們也不要被這個傳統思維所固化 這個造型啊 這個長度啊 這個顏色 他有沒有可能是克蘇陸之 嘰 好了 不開玩笑 咱們一路沙沙沙 把星山王也打敗之後 拜月教徒這幫人就急眼了 出來直接召喚克蘇陸了呗 至於月亮世界裡面的四柱 官方沒有明說 我推測 應該是用來保護世界 禁止克蘇陸靠近的封印 也可能是拜月教徒畫了魔法證 用來召喚克蘇陸 不過我覺得前者可能性大點 畢竟是要破壞這幾個玩意兒召喚克蘇陸 最後就是月總清零被咱們無情摩擦 世界和平的結局 作為一個官方故事 不得不說有點簡陋 甚至細節過去 有些細節並不是很對得上 不過泰拉瑞亞本身也不是注重故事的遊戲 甚至在泰拉發售之初 是沒有官方故事背景的 這是八周年的時候才公布的 也不知道是限別的還是咋地的吧 官方自己也說 鼓勵玩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拼錯這些故事 所以其實怎麼說都行了 倒不是說 我覺得比起這個禪肉的背景故事 玩家泰拉瑞亞這款遊戲 讀過的那些時光 倒是更得的回味 更加優秀的故事了 哎呀 想起第一次玩這個遊戲 很早的版本 那種稍微有點恐怖的孤獨感 對整個世界既興奮於探索 又恐懼於了解 那種感覺真的太棒了 再到後來自己通關了好幾遍 又和朋友一起打通 泰拉瑞亞真的是一個 無論單機還是人機 都十分好玩的遊戲 在這麼一個充滿怪物的世界裡 我是對自己那個小鎮 那叫第一通道 那個野外世界的小露營點 感覺上濃濃的歸屬感 最後這些感情歸隆下來 我想我只能說一句普世無華的 泰拉瑞亞真的那麼好玩